在200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美国在台面底下对中国提出非常严厉 也有其害人的警告 就是说如果中国胆敢出兵攻击侵略台湾的话 美国将会发射核子飞弹来攻击中国大陆 并让中国13亿人口死掉一半以上 可以见得 在同年2005年7月14号 中共现役少将朱成甫 他是谁 他是中共十大元帅朱德的孙子 他在接受 他在北京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缓中 他也讲了 如果美国因台湾问题而攻击中国大陆的话 中国将要以核子武器攻击美国 接着他又说了 如果美国决心介入 中国也决心反击 中国将准备不惜牺牲 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跟人民 但是美国要有所准备 将有数百个城市将会遭到中国的攻击 在这一段装缓结束之前 他又说了一句 这仅是表达他个人的看法 东信在这里大概出概算了一下 在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跟人民一直到 沿海一带到南方 我估计算了一下七亿人口 我们大家也知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家 他没有个人的想法跟意见 今天他朱成武人站在国际媒体之前谈话 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跟中国谈话 当然中国共产党更不会吃饱 闲着没事干跑来威胁恐吓美国 台湾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国家 美国对中国的警告 中国会不会放在心上 绝对会 因为美国现在拥有一万八千枚核子飞弹 而中国将在明年也才拥有 第一百枚核子弹道洲际飞弹 更何况美国在去年 2006年在阿拉斯加州 已经完成反飞弹还议系统的部署备战 台湾如果发生危险的话 美国一定会出兵保护台湾 就是依据的台湾关系法 中国共产党不敢也不会为了台湾的问题 而牺牲它长达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辛苦建设的成果 而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被美国炸毁远古旧石器时代 就我个人观察跟研究 中国共产党这一二十年来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怕死的 和全世界最没有走的 它的全身上下 就只剩下那张嘴巴 是最勇敢和最不怕死的 谢谢 我还是想继续谈一下 从美国这边看台湾的选举 一些概念 一些逻辑 美国选举以前有一句话 说笨蛋 流入在经济 那我套用这句话的话 笨蛋 我对我们绿营的同志讲 笨蛋 这个牛肉就在反共 我们刚才一些朋友 中国来的两位朋友 还有这个民法兄 他讲得很清楚 他对中国都非常了解 所以说今天 中国是台湾的一个邻居 一个恶邻居 你台湾的总统大选 跟中国没有关系吗 用点脑筋 我们以前就是说 在党外时代 反对国民党的时候 那是勇敢的台湾人 台湾人执政以后 不但要勇敢 还要有智慧 要自勇双全 我们提到刚才的概念 今天台湾人 今天民进党 既然是执政党 我们这次选举的话 要软摁兼施 那你要怎么软 怎么摁 要对中共硬 对国民党软 我们不但说 内斗要内行 外斗也要内行 也要不然中共拉进来打 今天台湾一个现象 台湾的媒体的话 他不了解中共 你看 比方说陈温倩 李敖这些人 再从他们的嘴巴讲起来 就是说 中国目前的话 好像是一个先进一样 但你今天听陈凯 听那个黑位章 你就晓得 中国内部是怎么样 所以今天 我们那个台湾人 这个视野要打开 要了解我们的邻居 今天我们跟 中国大陆一些 中国大陆一些 还是有他们自由思想的朋友 我们要跟他们价值联盟 我们今天不是说 找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不对 敌人的敌人 但是他们的价值 跟我们一样 是朋友 我们要扩大 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好 今天那个 国民党的话 一碰到中共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 他们现在在合作 我所以为什么说 我刚才说 他们 他们是一个谎言呢 你以前的价值 蒋介石以前说 监主民主阵营 很反共 对 但他们现在的 这个国民党的话 你看他的反共 丢了哪里去了 他不但不反共 而且跟中共很亲共 因为他们的价值 就证明说 他们以前都是骗我们的 我举个例子 国民党很怕碰这个问题 所以说他讲 就强调经济 强调经济 中共的话 十七大 安徽有一个政协 有一个委员 叫汪造军的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今天 还算是真话就是了 他说今天中国 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党专政 他在经济上 讲了一个话 他说中国 中国的股票市场 是一个赌场 这个我在2002年 我们在洛杉矶的话 陈破空来演讲 我们就有这种概念 中国是一个 是地域还是天堂 是市场还是赌场 那个 中国不但 就股票是赌场 很多东西都是赌场 好 那今天你 你国民党的话 说要跟中国 中国去 做经济合作 你是 你的概念是什么呢 你是带 带台湾到一个赌场 连战如果说 你要赌的话 你自己去赌 所以说 今天大选的话 如果说 你只谈经济的话 你就是个澳门 就是个香港 所以如果说 台湾是一个 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 都要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